藉由前端的网页,那我刚建立一个这个ServeLate,我在执行的时候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view 它这个 ServeLate 一定会有一个,比较hello.view,这个就是我刚刚 去做那个Mapping,有没有,UIL Mapping的 名称 这个名称的话,尽量不要去改动它,问题会蛮大的 那 这个名称呢,各位可以在我们的程式里面哪里看得到呢,在有没有 这边最上面第12行的地方,会有一个叫 Actor,WaveServeLate 挖幅里面会有一个hello.view的名称 那这个就是我们UIL Mapping的地方,也就是说它利用这个UIL Mapping 会指向我们这个ServeLate的程式 OK,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我们执行之后你会发现,它预设一定是no,为什么,因为接收不到东西 除非我在这个地方上面做一个问号,Name,就是参数名称 等于什么呢,等于一个123 然后可以按 确定 那传递过来之后的话,这边就会有一个传递 过来的参数 但是呢,一般我们在实际上乱的时候,我们会用那个直接UIL 直接传递 因为说你要查什么,请你自己在 上面下一个什么Name的名称 我想它应该没办法翻到 所以通常会给一个什么 给一个前端的画面 那这个画面部分的话,就是跟前面的那个规定,我是把规定那个另存新档一看就好了 那另存名称叫做HelloServeLate.htm 那一样就是特别注意,就是我们的前端画面一个表单 一样在webcontent里面去建立,所以将来的话 我们在webcontent里面 按右键新建一个htm htm的网页 因为呢,前端的表单不需要用到ServeLate 不需要这么麻烦 所以呢,通常我们会在webcontent里下建一个htm 然后body跟body之间呢,建一个phone phone的action指向哪里,之前我们的是指向那个 01gripping.jsp的一个 一个网页,一个动态网页 那这边我们会指向到那个view,那个view的名称就是我们刚刚建的view,比如说Hello.view 那mencer的话呢,就是我们用get的方法 然后里面的话,就是一个储存格,里面预设123 那他的 这个 参数名称就叫做name OK,那这边的话有个summin 就结束这个form,这个基本上用规品里面来改就可以 直接执行之后,这边123,按一个summin query 一样在这边会接收到 也就是利用什么,利用刚刚这个表单 传递参数过来,由他来去接收 所以我们hello.go.de里面的那个 get的地方一定要实作 如果你get里面没有实作刚刚的这些东西的话 也会接收不到 所以因为有get,you do get 所以会有这个 那post的部分,如果说我们 之前那个sample login login的那个 部分是用post 我们并不是用get的方法 所以如果你要用 这个 login的话,那你就必须怎么样 必须用 这个 用do pause 你要实作的时候呢 要在do pause上面打勾 那do get的地方就不要打勾 所以呢,请各位 练习一下 就是我们把 之前的那个sample 这个sample 我们有个login 这个登录画面这边 然后login我们不是输入账号密码吗 最后把它秀出来 只是说再改一下 是不是正确的账号密码 它会显示正确或不正确 那这个部分的话,如果要改写成servlet 其实也非常简单 第一步当然怎么样呢 要建立一个servlet 它叫login 所以这边的话,我这边已经有改好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login的部分 这边有个login login的部分的话 我们在里面 比如说我名称叫login的servlet 然后前端的画面 前端画面也是一样 你就建一个login或一个phone 我这边名称叫phone.htm 那这边建一个servlet 这一个login servlet 然后 直接run起来 一样的方式就是说 我直接run 不能直接run这个phone 要先run什么,run表单 表单把它run起来 输入这个正确的名 比如说它登录的时候 我要判断它是不是 就是 正确的 如果正确呢 就显示正确 不正确就显示不正确 那这边的话登录失败 因为什么 因为 密码 是错的 回表单 看一下我的密码 是 我这边写 那我写的主要是 如果 username是什么 username是Terry 密码是12356 表示登录成功 然后反制的话 登录失败 如果登录失败就回去什么 回去表单 回去表单就是回去phone 我这边是一个phone.htm 那这边的话 我就再run一下 直接 成功的画面就是 也是 名称 Terry 123456 我可以按确定 按3min 那这边会登录成功 所以 两个 所以请各位练习一下 利用 刚刚我所讲的 方式 第一个请你把 之前login 其实这个画面 就跟那个login JSP的 主画面一样 这个画面 所以其实你可以沿用 沿用原来 只是传递三数名称我改了 三数名称的部分的话呢 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我要传递给的是 Action 是一个login 那这个login是我们那个view的名称 所以你也可以叫什么login.view 也可以 那这个名称的话 请各位就是在 建立Servalage的时候 有没有 务必在那个 UrMapping那边 一定要改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使用Post方式 那Post方式的话呢 里面 底下分别再加一个 Input Type 叫Test 可以输入 那名称叫Username 然后后面一个 参数名称叫Username 那再来密码的部分就是一个什么Password 然后里面的名称为叫Password 那再加一个Summit 一个按钮 OK那就是一个这个表单 这个是前端表单的部分 前端表单 那后端的程式部分的话呢 我们主要是 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这个 这个判断 那接收的部分的话呢 接收的部分 我们 主要是从 这边 也是要取得 两个参数 那这个程式部分呢 跟刚刚的那个 AllowService 其实 大致上 差异性不大 差异性比较大的地方 应该就是在 这个取得参数 我想也是一样 宣告两个 变数 一个是 Swing 两个都是Swing 一个是Username 一个是Password 那借由什么方式取得呢 借由那个也是一样Request 两个嘛 一个是Gets 两个都Gets 参数名称是Username 那这个名称的话记得就是对应到 表单上面的名称 你表单叫什么 你这边参数名称也要叫什么 你打错一个字就是接收不到 那 表单上面的东西接收到之后的话 传给什么 UserName跟Password 对不对 再来的话呢 我们print print出去之后的话 那 我们这边 多一个 这个有个header print line 你想说 header footer 那你想说老师 那怎么叫header 什么叫footer 因为呢 html上面部分很多一串 对不对 那你打在这边感觉怪怪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在这里可以打一个head 那head实际上是什么 各位可以看到 header就是这一串 就是 从什么呢 head实际上就是从那个 html HTML开头的地方 我们的head开始 这一串语法 然后通通把它打在哪里呢 打在一个header的字串 那将来怎么样呢 print出去就把这个字串 把它打上去就可以了 那这边多了一些东西 主要是 我们header里面 然后还有一个title title叫login,relive OK 然后呢一直到body 这部分的话是一个header 那footer的话就是结束html 的语法 所以这边的话呢 就是把 这个我们刚刚的hello serverlates里面 本来 刚刚各位可以看到helloserverlates里面 会有一些 杂七杂八的东西 直接把它搬到哪里 搬到一个字串 那刚刚print出去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一直到 html到body这些 这么多东西 写在这边感觉有点 怪怪的 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 把这些东西先包一个 用字串 变数先把它 包起来 叫header 然后将来输出的时候就把一个header放在这边 输出就可以 那footer的话就是指什么 下面这个 斜线body 斜线html 然后包在前后 这样子的写法会 比较 精简很多 所以这边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这个login的部分 试试看 这个login的 这个 最后的话 多一个地方就是多判断 判断什么呢 如果usernate 那usernate如果是什么 我们 进来的usernate 如果是ecos Terry Terry 比如说这个名称好了 一个字串 那这个字串呢 或者你可以 丢到一个字串变数里面再来判断 OK 点ecos 我们的usernate 而且呢 123456 ecos 我们password 那在这个部分 我是没有另外再宣告一个 宣告两个变数 usernate password 直接 放在前面 做判断 所以你的字串 点ecos 哪一个 传进来的参数 and password123456 ecos 等于 password 那后面的话就是登入成功 反之的话就登入失败 而且呢 登入失败之后呢 要回去什么 回去我们的 往原来的 这个画面 那我这边原来的 fong的表单 就是前端的画面叫做fong.htm 而且放在同一个幕幕里面 所以呢 我这边的话呢 它就自动会导引到 这一个画面 如果你的名称 你的网页 前端网页名称不同的话 你就自己再 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最后把它执行出来就可以看到了 所以这边把它执行起来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我先 前端画面是fong 弄完之后基本上 我要 看到的结果是这样 就是 你先打一个 错误的好了 也可以错误的话可以回 登入表单 然后正确的话 就会出现 登入成功 就这样而已 非常简单的一个 登入的一个 一个 简单的程式 两个页面 一个是 htm 前端的 这一个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接收的部分 接收部分牵涉到 就是说 前端的view的名称 再来就是说 我们接收到 一个是view 第二个是 要迟做的地方 记得是 Do Post 记得是DoPost 不是DoGate 因为我们是借由什么 在Mensure里面 记得这个地方 用Post方式传递 我们login的部分 不能用Post 又不能用Gate 账号密码如果你用Gate 安全性勘律 没有人 登入的时候用Gate方式 Gate方式一下就被 被人家知道你的账号密码 所以这部分一定要Post 那这部分我想各位试试看 我们两个 sample 两个 刚刚第1个是 HelloService 那第2个的话呢 就是 Login的部分 一个是Gate 一个是 Horse 是Gate 所定的部分 是Gate 这是Gate 我们来订阅